Hello 大家好 我是迪巴 今天教大家煮花生滷水炆豬手 材料包括以上 首先要把花生浸泡20分鐘 拿豬手洗乾淨後 用鹽塗在豬手上 放入冰箱 醃製30分鐘 現在可以進行飛水 飛水就15分鐘 把它煮出來 大家可以看到現在影片上 已經有很多泡泡 泡泡那些就是髒東西 看到黑色嗎? 一塊塊這些都是髒東西 我們可以把它洗乾淨 然後放在一邊 洗乾淨豬手後 我們可以用剛才的鍋 加入1200ml的水 然後加入3湯匙的雞汁 再加多1湯匙的生抽 然後可以加入老抽和花生 然後可以加入冰糖 冰糖大概加2-3粒 加下去就可以令豬手炆的時候 會再軟一點 現在看到影片中 我是加了上次用剩的 滷水汁 可以加入 如果朋友第一次煮的話 就可以加多1湯匙的老抽 和1湯匙的雞汁 大家記得煮的時候 一定要把水蓋過豬手 這樣才會更加入味 煮滾了之後 就可以轉小火炆一小時 然後不要開蓋 焗15-20分鐘 現在已經煮好了 花生和豬手已經炆得很軟 很快已經炆好了 我們可以拿出來把它攤10-15分鐘 攤凍之後就可以開始切了 可以在影片看到 我們沿著骨頭把它開了少許邊位 其實它現在這麼軟很容易切 記得用冬的尖尖位置沿著骨頭 慢慢把它拆出來 這樣就可以了 大家記得切的時候 記得慢慢切 不要心急 因為刀尖的位置都很利 很容易會切到自己 現在已經拆開了骨頭 我們就可以把豬手分開兩邊 然後就可以把它切片 切片的厚度 可以視乎自己個人喜好去切 我們切好後 就可以把它淋回剛才的滷水汁 完成了我們今天這個 花生滷水燜豬手 大家記住 燜豬手的時候 選擇一些高身的麵包 滷水汁就蓋過豬手 就會令它更入味 然後滷水汁可以留下 大概一碗的份量 留下一次用 另外如果大家是買急凍的鹹豬手 就可以不需要醃製 就可以調過一個步驟 大家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可以like and share 和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另外還有叮叮鐘 下次的影片你就不會錯過了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